罗戎环转 第28章 在任总政治部主任 复出 1960年秋天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年后 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正的批判斗争 林彪整谭正的原因 主要是他感到 谭正主持总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都同他格格不入 早在1959年9月 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学习毛泽东著作 这是捷径 这并不是捧场 不是吹毛主席的 这是告诉你们 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到1960年9 十月间 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 要带着问题学 立竿见影 使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 然而 谭正对这一套的接受 却十分迟缓 他主张系统的完整的学习 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林彪则把谭正的主张 指示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 谭正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 1959年1月 他主持制定了 《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 规定十年内 使全军大多数干部 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 按本人业务需要 在专业知识方面 达到大专教育水平 于是 全军继50年代初期的文化大进军之后 又掀起一个 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热潮 林彪为了推行渔兵政策 以制造个人迷信 认为部队干部的文化 能写写信 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 谭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 林彪给他扣上 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 上纲上线 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且挂且连 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 根据林彪定的调子 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 1959年8月 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彭德怀 黄克成 张文天 周小舟等人 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 他和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仁 宣传部长江思义 解放军报 总编辑欧阳文和秘书长白文华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 总政副主任附中和甘思琦也被捎代批判 1960年底 根据林彪的意见 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肖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人总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和肖华都建议由罗荣桓付出 毛泽东立即同意 于是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 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 这一切都是他感到突然 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因并没有参加 批判谭政 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 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 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 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 他 只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吗 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然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从组织原则上讲 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做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之后 罗荣桓同他谈话 鼓励他说 要振作精神 抬起头来 继续工作吗 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 既相识的老战友 有点困惑的说 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 发现了问题 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 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 这时谭政分工馆后勤政治工作 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 蹲点五个月 到武汉一个被俘厂蹲点三个月 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 写成了调查报告 准备向军委汇报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 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 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 这种精神是可加的 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有很多的意见 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 不久 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 组织了总参 总政 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 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 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 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 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 罗荣桓同样很关心 原宣传部长江思义 刚刚被降为副部长 罗荣桓便指定 由他带一个工作组 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 进行调查研究 江思义在西安蹲点四个月 1961年9月 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 听取他的汇报 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 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于以保护 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 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 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顺出售诸连 被错误的说成是彭 黄返党 反中央 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 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 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 罗顺出请示萧华 在反右倾中受批判 要不要填写 萧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 不要填写 1961年底 罗顺出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 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 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 第十研究院院长 但有人反映 罗顺出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 对庐山会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 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 不宜去实院这样的要害部门 有的干部还说 罗顺出抗战时期 在山东就同黎狱搞在一起 黎狱在山东工作时 1948年曾受饶恕时 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1986年3月 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以为黎狱平反 罗荣桓得席后 明确表示 这样讲不好 仍坚持要罗顺出去实院工作 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真 同意罗荣桓的意见 不久 军委任命罗顺出为实院院长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况问题建议的前前后后 1960年 罗荣桓在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生产力下降 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有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 意见很多 罗荣桓认为 要稳定部队的情绪 纠正这些失误 必须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情况 1960年10月28日 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 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 了解情况 现在根本没有了 在山东 农村劳动力减少了20% 牲扣由600万降到200万 许多土地荒掉了 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 这样大的灾荒 一凭二条共产风 部反映怎么行 11月2日上午9时 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 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 向他汇报进 继 汝 玉 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 汇报中 傅秋涛反映 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 今年8月 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 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 回来后 未向党委反应 有一个秘书问 动员处长 为什么不反应 动员处长说 首长不敢反应 我也不反应 听了傅秋涛的话 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 他严肃地指出 不反应情况 其实是党性问题 他说 中央的政策 只是 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 比如三级所有 中央早有决定 他就是不办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反应了情况 还能划你右盘 这是个党性的问题 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 罗荣桓的思绪 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 当晚也不能寐 第二天 中共中央发布了 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12条 决定在全国农村 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涉运动 以坚决反对 一 贪污 二 浪费 三 官僚主义 彻底纠正共产风 浮夸风和命令风 反对干部特殊化 反对干部引用私人 训私舞弊 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 罗荣桓立即打电话 向萧华请来 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 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 他还针对纸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 强迫命令风 浮夸风 虾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 有不少反应的情况 要求萧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的建议 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 在当地党委领导下 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 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 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 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 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 地方工作中 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 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军队各级政治机关 应把这一工作 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1960年11月7日上报后 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 总政立即向部队做了传达 但是 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 由于他有病 不常在经 总参谋长 总政主任 可以不经过他 直接向党中央 毛主席请示 然而 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 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 谁个叫倒霉 后来贺龙 罗瑞卿等被整 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 罗荣环越过了 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 是对他的不敬 于是 在11月10日 他向毛泽东 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首先抽象的肯定了一句 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 然后说 这个通令发下去后 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 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 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 军队干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 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 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 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 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 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 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 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 而不利于工作 虽然罗荣环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在1960年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 林彪的意见却一度得到重视 11月15日 毛泽东在起草 关于彻底纠正武风问题的指示 正确地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 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同时 又对萧华批示 赵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既然毛泽东已经批了 罗荣环和总政机关都得遵照执行 这件事也就了结了 可是在林彪那里事情并没有完 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 后来到1961年6月间 他又一次将它翻腾了出来 对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针的意义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罗荣环 在他一手策划的批谈事件中已经露出了端倪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罗荣环当时对林彪的意图还不可能看清 但也并非毫无感觉 在批判谈政之后 傅中于195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被翻腾出来并遭到批判 针对此事 1960年10月28日 罗荣环在政治学院讲话时 意味深长地说 傅中同志在1952年发表一篇文章 说学习理论要先学后联不能立竿见影 登在八一杂志上 这样说 是我在总政治部当主任的时候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 淡化的意思很清楚 傅中发表这篇文章时 谭政还在中南军区 这样自然不能算在谭政名下 那么 是不是要找后台啊 至于学理论究竟能不能立竿见影 罗荣环在这次讲话中还没有表态 但是他针对林彪攻击系统的学习式教条主义 却讲了一段话 现在保存下来的讲话记录稿如下 什么叫系统 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 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 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学理论不行 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 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 这是一份原始记录 语句记得不够完整 但意思很清楚 一开始 罗荣环用问答式给系统 学习 下来的定义 认为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 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 就叫做系统学习 由此可见 系统学习并非教条主义 而反对系统学 其实倒是经验主义 罗荣环所说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 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 显然是不止明帝 也是比较委婉地表示了 对林彪攻击系统学习为糊涂观念的意义 罗荣环认为 系统学习和从实际出发是一致的 因此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 就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为 中国共产党生动活泼 有血有肉的历史 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 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以党史为线索 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就是从50年代起 罗荣环不断提倡的 一条线的学习方法 罗荣环认为 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 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 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 针对什么问题而发 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观点 方法 而不是个别词句 这种学习方法 同林彪的带着问题学 是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 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 却是越走越远了 1961年1月 他在提出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 又添加了几句话 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方法 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一 即带着问题学 活学活用 学用结合 即用先学 立竿见影 再用字上很下功夫 于是 林彪这一套 在形态上更加完备了 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罗荣环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在12月间 在听取总政各位副主任 各部负责人汇报时 多次从各个侧面 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 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月 济南军区政委梁毕业 调到总政任副主任 罗荣环在同他谈话时指出 带着问题学 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这样题不适当 比如两口子吵架 发生了问题 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还是应当学习立场 观点 方法 梁毕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 传达了罗荣环的意见 对林彪的顶峰论 罗荣环也明确表示 不赞成 他在厅区总政干部部长 甘魏翰汇报干部工作后说 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 那就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 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 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1961年1月27日 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 罗荣环做了多次极西讲话 他说 学毛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要好好学习 改造我们的学习 小平同志讲 对毛选宣传 要反对庸俗化 只喊口号不行 不能各取所需 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他还说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 是学习词句 还是学习立场 观点 方法 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对毛柱隐正 要认真负责 不能不理解就去隐 只当做招牌 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 来突出自己 1961年2月2日 罗荣环在萧华 刘志坚 徐立青 梁毕业陪同夏 接见了解放军报 副主编以上的干部 对报社工作 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他从正面阐述了 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反复强调 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 不要满足于 引证某些词句 他说 对马恩列斯 不要教条主义 对毛主席思想 也不能教条主义 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 毛主席的文章 很少引证马克思 恩格斯怎么说的 但他讲的是 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这次接见时 罗荣环还提出了 对林总的宣传 要认真负责的问题 他认为 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 不分场合报导出来 是不好的 他说 今天这样讲 明天可能不这样讲 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 就那么准确 那就难了 从罗荣环这些讲话可以看出 他和林彪 在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的分歧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深入部队 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1月中旬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罗荣环积极响应 他不当总政主任 已有三年多了 这三年多 部队情况有很大变化 尤其是当国家 正处于暂时困难之中 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如何 部队工作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 他都需要再摸一摸 于是 他不顾重病在身 决定亲自到部队中 做一些调查研究 1961年2月4日中午 罗荣环和贺龙一道 乘火车顺经互线南下 第二天 下午两点多钟车到浦口 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 火车需要轮渡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室友 副政委肖旺东 政治部主任报先制 已经渡江来到车上迎接 并利用火车轮渡的一个多小时 向两位元帅汇报部队情况 他们谈了贯彻军委 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 开展两亿三查 一阶级苦 一民族苦 查立场 查斗志 查工作 的情况和部队的生产 生活情况 罗荣环和贺龙 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 贺龙的烟斗里 不时发出轻微的 嘶啦嘶啦的响声 汇报中 许是有反应 现在南京部队干部 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一斤粮食 没有肉吃 油水很少 特别是团以下干部 年纪比较轻 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 爬山涉水 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 体力普遍下降 许是有说到这里 停了下来 车厢里一片沉默 似乎空气都增加了重量 在罗荣环手边的茶几上 放置着一叠采好的白纸 和几只销好的铅笔 听许是有汇报时 罗荣环拿了一张纸 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三一斤几个字 他见许是有不讲了 便又问了一句 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大家情绪都很好 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许是有回答到 罗荣环非常了解许是有 知道这个耿直爽快的人 是不轻易在上级面前较困难的 他既讲了 就说明 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情况 罗荣环看了看许是有 正准备说话 贺龙站了起来 将拿着烟斗的右手 向前一伸 十分严肃地说 这个问题 可要注意哦 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 没有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 今天还要靠他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哦 罗荣环接着说 贺老总说得很对 你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 要很快解决 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 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 越是这样 我们做领导的 就越要关心他们 各级党委 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 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说到这里 他沉吟了一下 又接着说 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 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 把粮食省出来 也要让下面的干部吃饱 说完 他又拿起铅笔在三十一斤下面画了两道粗粗的黑道 车到东岸 下车前 罗荣环又对许世尤等叮嘱到 关于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 你们要派人去做一次专门调查 写出报告 要具体 有典型材料 能看出问题 报告写好送给总政 然后通报全军 让大家都来注意 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 除了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外 应当如何解决 部队因暂时困难而引起的思想问题 也实施在罗荣环的脑迹所回 在南京 罗荣环和贺龙 同去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 了解战士的生活 看了火房和食堂 当他们了解到 由于连队搞了些生产 养了猪 种了菜 伙食还差不多时 心里才稍感宽慰 在同战士谈话时 罗荣环又问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他问战士们 林副主席最近提出了带着问题学 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 当时 林彪那一套还刚刚提出 背语录 背老三篇等也还没有兴起 因此 他们对罗荣环提出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停了半想 一位指导员吞吞吐吐的说 我们支委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学毛选问题 但是我们水平低 研究来研究去 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把手一挥 上面是那么讲的 你们下面学的时候 要灵活运用吗 罗荣环接着说 毛主席的著作 你们要认真学习 注意联系实际 领会精神实质 他沉吟了一下 至于见影 不见影 究竟何时可以见影 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 先不要考虑他 2月6日 罗荣环 贺龙到达上海 第二天 他们将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负责同志 请来介绍情况 汇报中 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忠舵说 在战事困难面前 有些战事因为家乡遭了灾 乡亲们挨了饿 或者是射队干部作风 不好而说怪话 有的连队干部就说 这是反对三面红旗 将这些战事化为落后分子 罗荣环十分明确地说 在战事中不准化累 把若干战事化为落后分子 不仅没有好处 而且副作用很大 贺龙接着说 对哟 可不要因为人家 讲了几句怪话就说 人家是落后分子 现在说几句 可能以后还要多一些脸 因为现在才二月份 难过的日子还在后头 南方五月小麦登场 到北方六七月小麦才能登场 罗荣环又说 怪话说得多的 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 他们没有多少顾忌 敢说话 敢暴露思想 怪话可能多一些 倒是那些中龙 上中龙出身的 比较谨慎 往往不多说 可并不见得没有意见 而是有顾虑 不敢抢 因此 不要把战事说些怪话 就说成是落后分子 不能随便戴帽子 帽子 可是不能随便戴 贺龙说 戴得不好就不舒服 我们不能伤了感情 要重视战事的自尊心 一定要强调 说服教育 不能压服 逼得太厉害了 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环说 政治工作干部 特别是政治指导员 一定要与战事 有浓厚的感情 要把战事 当作自己的亲兄弟 做到战事心里有话 都愿意并且敢于 向指导员说 如果战事有话 闷在心里 不敢或不愿对指导员 对支部讲 那不能说明别的 只能说明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我们的工作落后了 所以 落后不在于群众 而在于领导 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粮食不够吃 吃不到肉 菜也很少 战事们每天那样辛苦 还能很好进行训练 从事生产 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 怎么还能喊他们落后分子呢 后来 总政治部 根据罗荣环的意见 向各单位打了招呼 在文件 报纸和口头上 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 必要时 相对于先进这一词汇 改用后进的提法 2月13日 英历纳月28 正是家家户户准备过春节的时候 罗荣环和贺龙 又风尘仆仆赶到福州 第二天是除夕 他们顾不上休息 便将福州军区的领导干部 请来汇报海防工作 和民兵工作情况 春节期间 他们经全州 来到厦门前线 正月初三 罗荣环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 攀登陡峭的山崖 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战士 随后 他在一个诗里 召开指导员座谈会 听取了汇报 并就如何搞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 管理教育 和怎样抓生活等几个方面 同这几位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参军的新一代的指导员 唯唯而谈 亲自传授 自己做连队工作的切身体会 罗荣环说 现在部队的战士是义务兵 人员流动很大 哪儿的人都有 往往一个连队 有几个省的人 战士们都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方上发生的事情 会很迅速地反映到部队中来 因此 要想做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 指导员不但要熟悉本联每一个战士的家庭 历史 思想情况 而且还要知道战士家乡的情况 知道哪一个地区 进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否则就无法回答战士们提出的问题 领导上被动 成了马后炮 政治思想工作 就不可能做好 座谈会结束后 工作人员整理了题为 贺元帅 罗元帅视察部队时的指示的记录 其中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 提到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式比较复杂 敌我性质的斗争 又往往是和人民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 这种情况 会通过各种途径 反映到部队中来 罗荣环审阅后 提出两点意见 一记录稿中尽量少提他的名字和军衔 二此稿暂时不要发表 因为有些问题还要考虑考虑 比如正确处理两位不同性质的矛盾 再联队提合适不合适 他认为再联队不一提敌我矛盾 罗荣环这一考虑和当时流行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也必然大量反映到部队中来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可是 罗荣环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 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在这次座谈会上 依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林彪创造四好联队一 的口号提出的四抓一调查在几个月后 竟无端遭到林彪的攻击 只思想作风训练和生活管理四个方面 二月下旬 罗荣环 贺龙到达南昌 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 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 三月初又到达长沙 三月一日 罗荣环在长沙接见几位联营干部时 又向他们提出了在南京已经提过的问题 如何带着问题学 怎样才能立竿见影 三月六日 罗荣环视察了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 会见了校长巷伟等领导干部 又重新提出这两个问题 并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 学毛选 你们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 学员中有很大一批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入伍的 要多学点党史 不然 毛选就读不进去 就感觉不到什么问题 读起来也不亲切 如果知道在哪些重要的历史关头 毛主席都有一些什么主张 这就领会深刻了 所以我主张 你们首先讲讲党史 以党史为线索 去学习毛选 罗荣环还指出 学习毛泽东思想 应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 他说 听说在南昌有一部部队 每人买了一部毛选 这种热情是好的 但是不是都读得懂啊 对战士 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 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 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 一把尺子去要求 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 这时 罗荣环除了考虑带着问题学和立竿剑以外 对林彪主张背一点东西 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也发生怀疑 他认为 背诵的办法容易把毛主席著作教条化 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同教条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次谈话中 他尖锐指出 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 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座谈会结束后 罗荣环仍然在继续思考 关于背一点东西的问题 第二天清晨散步时 他走着走着 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问 随行人员 读毛主席的书 只记住那么几句话 能解决问题吗 随行人员并不知道 此时罗荣环以同林彪 在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 产生了原则分歧 都感到他问得很突然 但罗荣环所提问题答案是明显的 因此都以摇头作答 过了一会儿 罗荣环又吩咐道 告诉昨天 我们去的那个学校 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 不能只对书中的个别词句 一两句话发生兴趣 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 观点 方法 领会精神实质 马列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教条 反对迷信的 一个多月的调查过程 显然已使罗荣环明确认识到 林彪的提法背离了党的理论 联系实际的学风 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 将对部队建设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以后的问题就是要向林彪提出意见了